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突然就有了这种购物的冲动 那么第一个让大家思考的问题是 如果消费者呢原本并不存在一个需要 营销者呢能否去创造出这样一种需要呢 三级很多同学呢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不过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幅图片 假如你是一位女士 你在看到女性TQT的广告之后是否会购买它呢 我相信啊大家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 营销者们认为他们从来都无法去创造出一种原本并不存在的需要 他们能够做的是通过传达信息 唤醒人们内心深处沉睡的需要 让人们意识到这种需要的存在 而这正是市场营销的魔力 第二个让大家思考的问题是 广告是否导致了物质主义的盛行呢 营销者在广告当中呀 总是会尽可能地去强化一款产品的吸引力 所以呢就由社会舆论来谴责他们 认为呢是他们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浮躁 更加物质化 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呢 营销怎么认为啊 他们不能背这个黑锅 所有的商品都是用来满足消费者 已经存在的需要的 做广告呢其实只是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 也就是说告诉消费者 他们可以通过购买特定的商品 来满足这种已经存在的需要 商业伦理的另一面呢 其实是消费者自己的伦理问题 一方面呀我们有权去要求商家 承担起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另一方面呢作为消费者 其实我们也应当以身作则 不应当去做出那些 对于我们自己或者社会有害的行为 在这里啊 我想集中探讨一种行为 那就是消费成瘾 消费成瘾指的是对于特定的商品或服务 产生生理或者心理性的依赖 抛开沉溺于毒品 酒精 赌博等这样严重性的成瘾性消费不提 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呢 其实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消费成瘾 比方说呢我们可能会沉溺于微信 或者说手机游戏 这些呢可以概括为对于科技的成瘾 对于商家来说呀 消费者的这种成瘾似乎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呢 却并不尽然 因为这意味着消费者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 因此各国政府呢 其实都出台了相关的规定 要求商家对用户的成瘾行为 加以限制和约束 对于商家来说呀 如何在不牺牲自身经济利益的前提下 还能兼顾好社会责任 这真的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 另一个与伦理相关的消费现象呢 是强迫性消费 它指的是呀 一种重复性的 并且过度的购买行为 当人们处于负性情绪的笼罩当中 存在紧张 焦虑 沮丧或者无聊的情况的时候呀 可能会选择买买买 换句话说 用购物来充当低落情绪的解药 强迫性消费之所以不是一种健康的消费行为 是因为呢 它具有以下的几项典型的特征 首先 这种消费呢 已经成为一种强迫性的习惯 而不再是消费者自发的主动选择 其次 尽管消费者呢 可以从中获得暂时性的解脱 这种快乐呢 非常短暂 接下来呢 伴随消费者的是较长时间的悔恨 以及负罪感 谈到强迫性消费呀 相信很多同学都有话说 那么 你是一位强迫性消费者吗 我们如何从强迫性消费当中走出来呢 其实 在生活中呀 出现低落的情绪是人之常情 没有人能永远春风得意 激情澎湃 首先呀 我们要意识到这是正常的现象 学会和自己和解 接下来呀 我们应当选择其他更加健康的渠道 帮助我们从低落的情绪当中走出来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去做运动吧 一方面 可以暂时性的转移注意力 不去想那些烦心事 另一方面 有科学研究显示 人在运动中呢 会分泌多巴胺 而多巴胺会让我们感到更快乐 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节课见